王思聪陷入困境,王健林神秘失踪,拖垮着最有钱父子的市场,当代人最喜欢的就是吃瓜了。 而对于首富破产这样的戏码,吃瓜群众们更是看得津津乐道。 作为曾经的首富,王健林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 王健林父子稍有风吹草动就引发大众的讨论,截至目前,共有77个万达酒店卖身, 国外也有多个万达的项目转让其他公司。 曾经的中国首富在很多网友口中有了很多的猜测。 11月4日,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。 11月19日该法院向王思聪下发了限制消费令。 11月20日,王思聪限制令被取消,但紧隔一夜,剧情便反转直下。 11月21日,王思聪连着接到三条限制消费令。 紧接着,11月22日,齐民夏房产、车辆、银行存款被查封。